合伙开店 对 大家拿一样多的钱 对 你为什么这么欺负人呢 我们有协议 把那个协议不平等条约 说一遍给我们听听 这个我要上来悄悄给你看 他都没有看过 一年多了 他都见过一次 等会儿 他没看过就签了 那叫协议啊 他还去我家偷那个协议 我藏起来的 那协议 你签过字没有啊 我是被坑着签的 一会儿我也不知道啥内容 你不识字是吧 我识字 因为他让我签的时候 就一张白纸 哦 懂了 拿一张 拿一张A4的纸 你先把名字写上 写完了没事了 他就写上你的内容 这个不行吧 是不是这么干的吗 是的 玉石我跟你说 我很多年前啊 那时候刚出名 有人找我签名 你说拿个本子 我签一下也就算了 经常有人拿张大白纸 像我们这么低调的人 就喜欢在那个白纸 下面落款的那边 写个名字 后来有人提醒我 你不能这么干 你弄完了 你知道他在上面写什么吗 欠本店餐费200万 和他一样 我就是这样被他坑的 当时他口头跟我讲述的时候 对 是一个版本 姑娘我跟你说 签过过后 他写上去又是另外一个版本 我觉得你的毛病 他并不带长相 在缺心眼啊 那个协议 我能看一下吗 能 在我身上呢 来来来来 哎哎哎 玉石你看 他还没过来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宝宝 他就自觉了去啊 你真的这个名字 谢刘 你太面了 随边去 随边去 我就说他怎么 滚蛋 我今天我必须要硬 我跟你说 他都没叫呢 他自己起来乖乖地往旁边一坐 对对对 这个状态像我们家沐小发 我一回来他就知道往哪边一坐 那我看一下 没有 因为他一直说 他说一定要给他 我的字写得不好啊 看看就知道了 不平等条约 我不是字 你念一下 哦 大屏幕都出来了 他真叫蟹柳啊 甲方 蟹柳 而且他还不是那种 就是质量特好的蟹柳 他是搁面搁特别多的那个 所以他特别面的一个蟹柳 哎 我才发现 搞了半天蟹柳还是甲方呢 甲方必须同意一下条件 一 店内一切杂活 有甲方承包 甲方不可带任何长相 不过观的异性去店里 免得影响店里生意 谁业绩高 谁就有大声说话和骂人的权利 是什么条款 如果甲方美约 甲方必须双倍赔款 一辈子不准离开一方视线 什么烂协议啊 不是 关键是上面有手印啊 还有你摁的手印 我觉得吧 因为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那种细皮笑脸的方式讲的 那我当时我也在忙嘛 我也就细皮到脸的随便应了他一声 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脑子 都不会把这种当成一个协议 对不对 这里边无非的问题就是双倍赔款 也就是说 他没钱呀 这张纸价值你注资了多少 10万左右 10万 这张纸价值20万 你给我们多少钱 我们可以帮你撕 我觉得这姑娘真的 她不是长相的问题 她是脑子的问题 因为一般来说女孩 从心理上说 你愿意有一个一天到晚 在一块的一个同事要闺蜜也好 是长得比你好看比较好呢 还是长得比你难看点好 当然长得比我难看的啊 那到哪找 没有 她是长得太过分了你知道吗 是你在认识她之前她更惨吗 太惨了我跟你说 我都看不下去 我都反无畏 我哪惨了 现在她坐你旁边她就得瑟了 要不然你还是回去吧 我怕你们这 当时打起来我也拉不住 本来就是 好 你先回去 你啥时候说过我漂亮 那个露露 20万 你你有男朋友没有 现在是没有 那就是在她 哎 精心的什么 呵护下 原来是有的是吧 有 被她搞走了 你有男朋友没有 没有 她的 没有 被我跟她那个 跟她那个男的发信息 让她滚蛋了 你发信息让她的男朋友滚蛋 对啊 原因是 男的比她还丑十倍呢 很配啊 太丑了 我们一起吃饭都 我都反胃 我难受 太厉害了呀 她要不要那个男的滚 那个男的就滚了 我觉得你跟她的都是缺姓人 一个男孩 借她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吧 请你滚 她说那好吧 好嘞 那你知道她在中间 她做了多少事情吗 好好说说她在你们中间做的事情 然后就我去约会 你说关她啥事呀 她看她的店不就行了吗 她给我打电话 她就各种理由就把我骗走 干嘛呀 看电影 赶紧给我回来 我什么事啊 快点快点 我受伤了 我住院了 披来披来赶去 人都没有一个 我说你在哪呢 看电呢 哎 我说你在怎么骗我 你也不可能说你自己出车祸来骗我 自己想自己死的吗 有这样的人吗 我是为你着想知道吗 因为你们下一代不可能再丑吧 好影响中国那个颜值知道吗 算了 我觉得经过这次来南京以后回去 你真死了我都不会来了 我不会死的 那我还没我还没嫁人呢 不是这个刘露露也逗 我现在不能死 我还没嫁人呢 嫁了人就可以死了 哈哈哈